大家好,我是美肉小舍 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个小米凉皮的做法 做出来的凉皮筋道爽滑,非常的不错 学会自己在家就能做 下面来跟我看一下制作方法吧 盆里倒入500克的小米 然后倒入水进去浸泡3-4个小时 下来把浸泡好的小米淘洗干净 然后把小米倒入破壁机里面 再加入水进去 这里水和小米的比例是1-1 用果汁键打成米浆 现在可以了 直接把打好的米浆倒入盆里面 然后用细的过滤网过滤一遍 再准备200克的土豆淀粉倒入盆里面 用筷子搅拌均匀 这里加土豆淀粉呢 是为了让做出来的凉皮更筋道 一直搅拌成均匀细腻的糊状 然后再往盆里加入5克的盐 3克的碱面 继续用筷子搅拌均匀 这里加盐和碱面也是为了增加它的筋性 搅好后放一旁静置20分钟左右 下来熬调料水 锅里加少量的水 再准备点花椒 八角 香叶 桂皮 小茴香 和生姜片倒入锅里面 开大火煮开后 再转小火煮2分钟关火 然后用过滤网把调料水过滤到碗里面 往碗里加入盐调味 加一小勺的鸡精 一小勺的味精 再加少量的生抽 进去搅拌均匀 咱们这个调料水就做好了 放一旁备用 下来做个蒜水 倒好的蒜泥舀入碗里面 再倒入凉开水进去 加几滴香油 进去搅拌均匀 蒜水里加香油 做好的蒜水不容易变绿 调好的蒜水放一旁备用 下来开始蒸凉皮 舀两勺面糊倒入罗罗里面 将面糊倒入 然后放入开水锅里面 干锅盖 大火蒸两分钟 蒸到其大泡 将蒸熟的凉皮 放在凉水盆里晾凉 凉了以后再接凉皮 蒸凉皮呢 一般都是用两个罗罗来循环使用 一定要用大火蒸 大火蒸凉皮才不会开裂 而且一定要蒸熟 不然凉皮粘罗罗上面不好接 接下来的筋道柔软有韧性 铺在刷油油的壁子上面 凉皮上面呢 也刷层熟油防粘 大火蒸两分钟就可以了 咱们这个小米凉皮就全部蒸好了 开始切凉皮 切好的凉皮放入碗里面 碗里加入黄瓜丝 加入调料水 加入醋水 再加入蒜水 最后加两勺油泡辣子 搅拌均匀就可以开吃了 咱们这个小米凉皮就做好了 清凉筋道爽滑 味道非常的不错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 如果您喜欢我的视频 请点击视频下方添加关注点赞转发 咱们下期视频见